其實我覺得淘寶上面的消費者 都非常的 OK 不只能講OK 要講挑剔 留言都是非常的 不客氣 但是稱讚也是真的大力稱讚 說好的真的是好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 咦咦咦 太多事情了吧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豬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之前我們辦了新家以後 超多人為我們 像我們現動啦 影片裡面有時候看到一些東西 這東西哪裡買的 淘寶 我覺得影片是已經大家看到 甚至連隨便那個不棋眼的狗玩具 因為它們咬到爛臭的東西 帶它去外面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說 欸你這玩具看起來很好用欸 這哪裡買的 就是已經不是只是粉絲問我們說 你的東西是哪裡買的 其實連路人都會想知道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平常被問爆的東西是什麼 分了幾類 好來跟大家推薦的第一類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買爆的那一類 寵物用品 舉辦它的 項圈 牽繩 玩具 衣服 狗碗 雨衣 這種所有寵物的周邊配件 全部都是淘寶 為什麼天一 曾經想說要去寵物店啊 超貴的 這是難以下手 第二點就是 選擇性很多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他們那邊人這麼多 你要賣的人這麼多 然後後來我有發現他們是世界工廠 所以他們其實有做非常多外小美國的東西 所以它的包裝或質感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對 重點是我覺得樣式很多 因為你知道台灣寵物店比較小 你能看到就是那一些 而且我們家狗狗又是中大型 我發現很難買我們家狗狗的東西 淘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 然後第二類我們常賣的是 大型家具 很多人都會覺得 要嗎 我要買大型家具 感覺好可怕 我沒做過 沒碰過 沒怎麼樣過 可是淘寶那些大型家具 圖片看起來又超漂亮 算一算台幣其實也不貴 對 可是我就是運送好緊張 運送好緊張 其實他們都是專業的運送啦 我們主握房間那個黑色的董櫃 你那個椅子是不是 我的溫紗椅 這些都超大的 但是都也是平平安安的到了家裡 大家可能又會想說 品質會不會有問題 它上面都寫得非常清楚說 這個東西是用什麼木頭做的 它的尺寸 它的規格 包裝 如果你這些都確認好的話 基本上東西其實是非常OK的 而且我覺得 所有的消費者都很挑 如果它的標示不清楚 它早就已經在那邊擦屏擦包了 其實我覺得淘寶上面的消費者 都非常的OK 不只能講OK 要講挑題 留言都是非常的 但是稱讚也是真的大力稱讚 說好的真的是好 還有一種是燈 燈的話大家知道 就是中國跟台灣的插座不一樣 它現在可以備注 很多商商都說 你可以備注的是台灣插頭 它就會幫你改好 我覺得這是小事 它通常會幫你改好 你遇到一個是開關不同 有些是手開 有些是腳踩 因為我已經事先跟它溝通說 我要買腳踩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使用 它忘了幫我改 然後我就跟它說 可是東西已經到台灣了 那我也不退回去 我問了台灣這邊的水店師傅 他說 修要五百塊 我退給你 他就直接退給我 大概台幣五百塊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 賠一塊 咦 上次來賠多士幾個吧 你有什麼瑕疵或是什麼 你拍照給他 他其實多多少少退些給你啊 其實我也是有證據跟他說 我上面就講了 到了這邊 我這樣很難用 所以他就退錢給我 其實重點就是 大家就是可以跟商家好好溝通 有遇到糾紛 他們都很願意解決啦 對 因為他很怕你給插 他們真的超怕 但其實在選品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也都是非常煩惱的事情 就是到底要怎麼把淘寶啊 京東啊 抖音啊 1688 這些東西 你到底要怎麼樣把它弄到台灣來 通常我猜一定會覺得很麻煩 很困難 中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清楚 所以你會不去訂購 我們今天就是一次的流程告訴大家 神品選了什麼 怎麼樣去集運這些東西回來 好不好 手把手的教學 祝大家會有個愉快的購物 最重要的重點 剛剛講那麼多的 集運 很重要的集運就是 NOC集運 是的 一定要挑一個好的集運公司 candle這一段的流程 包含重量 集運其實就是看重量嘛 嗯 可能不足一公斤 他還是以一公斤計價 那你就不會 0.1就是0.1 供訂價格 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他不會自動幫你進位 我覺得這點其實蠻重要的 重量的問題解決了 很多人會擔心說 因為畢竟跨海嘛 會不會東西運一運就不見了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拍照 核對也很重要 而且那個捷運可以寄送 很多元的物品 運送的品項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然後呢 他們的費用其實已經包含稅金了 也就是說 當你包裹寄送過來的時候 你就是報關就好了 其實他不會再跟你 著收額外的稅費 那這個那個捷運怎麼樣 首先就是用微信 找我們要這個QR Code 進入到他的小程序裡面 並且獲得首單九折的折扣 我們剛剛已經購物完畢 把我們想要的東西都放到裡面去 淘寶的物車 沒錯 現在呢我們就要來 第一步我們要先 微信掃這個 QR Code 好現在進來了 你一進來之後你就會看到這個 倉儲信息 下面這邊有一個 一鍵複製 你一定要把你的地址 跟他的收件人 這個一鍵複製 你的東西 就是要寄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要打開淘寶 就是你一定要把地址建立進去 所以你進到淘寶之後 通常是在首頁嘛 那你要點這個 右下角我的淘寶 右上角有一個設置 我的收件地址點進去 添加收貨地址 然後就可以貼上了 然後他問你可不可以貼上 你就把它允許貼上 確認黏貼 確認一下 對 確認好之後按保存 設定為默認地址 之後如果你都要使用這個的話 保存 這樣就好了 好然後結帳 對我們現在要去結帳了 然後大家在結帳的時候 不要忘記喔 我們要買的一些東西 都要記得領券 把它領一領 它會自動用券對不對 對對對 幫了好多錢 選好之後你就按這個 領券結算 它還自動會幫我們 準備一下 都是你要的東西嗎 數量有正確嗎 有 接下來就是按 去支付 支付成功 搞定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信用卡地科技帳單卡 哈哈哈哈 之後你的東西就會開始準備 寄送到集運廠去了 現在這個步驟只是把 你所有在淘寶上面要買的東西 送到集運廠 等於是在大陸有個地方 有個倉庫 你就是寄到那個倉之後 你只要登入你的帳號 你會有一個 你就可以進去查詢 整個集運系統 你一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表 說這個到了 那個到了 然後它的照片 它多重 就是很清楚 你就可以自己加 還是它會自動幫你加 它會自己幫你加 哈哈哈哈 就很方便 它們系統現在是很強 所以啊就是找一個好的集運公司 真的是幫你省去非常多麻煩 它等於是幫你把前端的事情 全部都解決 你幾乎只要手動操作 但是你還是要自己核對啦 就核對核對 手動操作 東西就當家 其實是非常迅速方便的 在這邊跟大家推薦 NAC集運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 按下訂閱 按下我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我們的包裹到了 超大一個 因為我們有大型的家具 就是兩張椅子 所以它會訂木條來保護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說你的包裹像我們這個樣子啊 就有可能會被NAC集運判定操縱 如果操縱的話 就必須要提供你這一箱包裹裡面 全部的購買連結 你要手動key給他們的客服 其實我們在運送到集運廠的時候 有請淘寶商先幫我們訂了木架 可是因為我們訂的木架是原木的 所以後來NAC集運 幫我們換成三合板 法規的關係 進台灣不能用人木 我們最後走的是 台灣海快小包路線 我們是5月9號的時候寄出 那5月15號的時候送達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6天的時間 沒錯的 好 我們現在就來拆箱吧 好喔 專業買淘寶褲 戴上手包 跟我的拆物條工具 老婆不要靠近 我站超遠 我要不要戴護目鏡啊 我要保護好我自己 整個家就靠你了 不要戴護目鏡 那是很山細的 它就完全這樣 怎麼會叫你 人家要先摸到 那是很山細的 那他是不太山細的 很山細的 你是馬太山細的 那是馬太山細的 所以你剛才能掀到 那是馬太山細的 還把馬太山細的 他都放過 馬太山細的 那是馬太山細的 對啊 要在這裡拆拆拆 感覺會出事 謝謝你阿郎 好 要喘一喘 你實在是太優秀 太棒了 如果要拆這個木條 寵物一定要關好 不然那個木屑 大家知道他們腳腳踩到不好玩 把狗都關起來了 那其他貓貓是不是本來就不想過來 用那個會好動的太極跟那個 會好動的萬歲 請看 他們把我們的大的貨品裡面 就是裝了小的貨品這樣子 對 可是買好多寵物用品 沒有沒有啊 危險 沒有沒有寶貝 這裡不要 好 把椅子先搬起來了 你要小心 你不要擔到腰耶 寶貝 好 椅子不中 很好 我把這個包裝拆了 你可以看一下椅子的狀態 它還有給你附這個耶 椅子的電子 它包裝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非常多東西 欸這是我特地買的 就是這樣輕微長得很好用耶 你在抖我的鼻子都癢了 然後這個撇除這個之外啊 你看這個貓跳牌 這次看起來很讚 好 服務用品都是我們愛買的 就是這次買的是貓 之前我們很常買購 抱滿一分 一段時間他們就會有不同的需求 沒錯 以上就是我們愛買的東西 然後這邊也推薦給大家 MAC集運 大家需要集運的話 可以考 沒錯 然後累齁 累 那個木條拆了累 因為方法用對就會差很多啦 這是經驗 我被你弄最累其實 最累是把木框拿去 四個角要顧 四個框要顧 然後我又不能幫你 其實兩個人一起遞到 不要不要 我覺得我已經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沒有懷孕的話 兩個人其實快很多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說拜拜 拜拜